一只草一点鹿 连一只小草都能承接羽鹿的润刺而生 更何况是一棵大树 甚至一座森林 但是每两秒钟 就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被摧毁 台湾一个人 一年消耗215公斤的纸浆 得砍掉四到五棵 二十年生的大树 才能满足所需 伤痕累累的山林在求救 这场森林浩劫 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请收看大爱全记录 当一棵大树为你倒下 一只草一点鹿 这句话常用来勉励受挫折的人 不要气馁 连一株草 一个卑微的存在 都能承蒙上天的恩泽而生 更何况是万物众生 一棵种子落地 到长成大树 至少得历经数十年 甚至百年千年 树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生物 千年以上的巨木并不罕见 有些树的寿命 甚至超过万年 一个成熟的森林生态系 需要千百年的时间演化而成 但是人类要摧毁它 往往就在顷刻之间 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了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 2011年是史上最温暖的年份之一 造成地球变热的主因 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增加 近15年来 台湾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一倍 成长率高居全球之怪 原因就在于开车 肉食和吹冷气 树木借有了光合作用 排出氧气 吸收二氧化碳 达到了固碳的功能 能够减缓温室效应的冲击 观音山上有位种树的志工洪正明 他笃信 树是菩萨 供养众生 在山上变植苗木 二十年后 小树苗长大了 原本光秃秃的观音山 如今已未然成林 汽鹿千斑草 迎风一样松 这是汗山禅师的诗句 意思是说 露水如泪凝结在每一株草上 不分草的高低大小 平等而没有分别心 清风吹拂过松林 也不因每棵松树回应的声响不同 而有所偏执 从一滴露水中 可以体会到天地寒容万物的慈悲 在一棵种子里 同样蕴藏了大自然的无穷启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现在榜下这里都种了很多 这榜下的地方 比较多的这里 这里看起来又有水槽 以前是都没放空 以前都没放空 都是那个芒草 以前没来过这边 这边都没来过 这边都没来过 二十多年前 洪正明邀请朋友到观音山爬山 朋友笑说 光秃秃的观音山像个臭头山 让他开始在观音山栽种苗木 地藏王菩萨 他意外发现 有颗高大的野生镀音 长得枝繁叶茂 于是决定在山上 片植杜鹰 二十个寒暑过去了 当时正值壮年的重树志工 如今已经上了年纪 这条迂回曲折的登山路 来来回回 不知踏过了千万回 他很高兴 鼠叶 正厚 鼠叶 早前都在那天 他们每个人都坐着摆着 根本就在串 他就转了 他们又在那山下 探着坐着摆着 对 好了 很好地 好 感谢 足连输 开始都亂吃亂吃的 一天就雨 跳上上去 每天体水负重上山 长期下来伤了膝盖 步履已不如昔日轻快 一分耕耘 若能有一分收获也罢 但是洪正明和妻子 殷勤看过的小树苗 却常遭人无故摧折 这都叫做压力 你看你常常穿 它这钓在上面 把它压下去 这都把它遮掉了 好可憐 就是真的是有 心情栽种的苗木受到伤害 洪正明虽然是个大男人 却也忍不住落泪 但是眼泪抹干了 还是要继续种下去 为什么这么坚持呢 因为上人开始说 树是菩萨 利益众生 那既然树是菩萨 我认为在地上种一棵树 就是请一尊菩萨驻地 就是一尊菩萨常住在这个大地上 那大地上这个菩萨越多 那一定就是会大家平安 过去芒草一片的臭头山 二十年后已浓硬避天 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餐厅大树 能够供养众生 上人说大地是众生之母 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现在地球暖化 就是地球发热 好像母亲的生病 我说鱼水打在这里 它慢慢地把鱼水引导到地下 母亲既然现在在花烧软化 我们帮她打点滴 你看种一千棵 就是好像一千个点滴 在帮母亲打点滴 把它那个退烧这样子 种树像在帮大地打点滴降温 洪忠明的比喻非常生动 同时指出了森林 能够涵养水源 和降低温室效应等多重功能 这个就是晾水院 就是我们要凉水的一个设施 天然科学林 它有寒溢水源的一个功效 所以它在雨季的时候 就会除夕很多的水量 除夕在土壤中 到了枯季的时候 再慢慢慢慢地流出来 像现在就是慢慢地这样流出来 如果是整个砍花光突突的 对不起 这些水量在雨季的时候 一下子就已经流光了 流到土壤中 含蓄在土壤中的水量 已经没有多少 到了枯季的时候 根本没有水 二月天正值冬季枯水期 许久未逢降雨的森林 仍有涓涓细流 从土壤里渗流出来 没有植被保护的土壤 容易被大雨充实 造成土石灾难 有植被覆盖的土地 在雨季时能够涵养水源 当干季来临 可以成为河川和山泉的活水源头 地球上的水 循环不息地在海洋 陆地和大旗中流动 下雨形成的地表浸流 经由溪流 河川或湖泊 汇流入海 这些水分借着蒸发作用 以及植物的蒸散作用 形成云木后 再以雨 露 冰 雪降落地面 这就是水纹循环 当全球暖化的现象加剧 会导致水纹循环的极端变化 这也就是诸多灾难的开端 水纹循环的阴族 山与环的极端变化 雪和平 吴峰 这也就是 水纹循环 rose纹循环 宣伪环 赸倒下 有句話說森林是水的故鄉 其實森林能夠涵養的水源 不僅陷於降雨 還包括雲霧 七嵐山位於石門和翡翠水庫集水區的上游 是北台灣重要的活水源頭 台灣也有一半的人口 仰賴此處涵養的水源而生 雲霧繞繞的七嵐山 有雲霧森林之稱 高海拔的濕冷環境 中年日照不足 植物生長緩慢 卻反而孕育出台灣珍貴的原生檜木林 台灣的檜木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樹種 它們都是生亡在這樣子的地方 那這個就很有趣 在這個地方其實不大有利於植物的生長 可是這個地方卻長了台灣最好的樹 長了木材才是最好的樹種 西嵐山擁有全亞洲僅存的原始快木林 以及珍稀的古生態環境 被認為極具深情世界自然遺產的潛力 剛剛破曉的幽靜湖面上 倒映著翠麟翁玉和山嵐飄動的光影 這是七嵐山鴛鴦湖自然生態保留區 在這片自然生態保留區內 處處可見盤根錯節的參天巨木 和苔藓共生靈 鏡頭所及隨意定格 方寸之間都能窺見大自然的奧妙 領悦萬物相互陰存的關係 七嵐山豐富的生態環境 吸引許多學者專家前往研究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教授張士杰 就在七嵐山長期觀測雲霧對森林的影響 我們看到頭髮上面就會一顆一顆的物體就黏上去了 其實我們的漁物收集器的原理其實也就是這樣子 這個攔截的這個柱子它有多粗 然後這個間距有多少 然後通過它的風的風速有多少 這些會決定裡面的這些 就是夾帶在這個空氣裡面的這些物體 它能夠有多少比例被這個柱子攔截下來 那這個當然都經過計算 那也就是說我如果有森林 那就有機會把這個空氣裡面的這些物體 把它攔截下來 它就會進到我們的生態系統裡面來 那如果這邊是光凸凸的一片 只有土壤漂浮在空中的這些物體 當然就沒有機會下來 就算 Blu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南山的年雨量高达四五千毫米 一年三百毫米的雾水 对雨量丰沛的台湾虽无显著贡献 但对许多干旱缺水的国家来说 却是非常珍贵的水资源 像我刚刚讲的智利这种地方 它的降雨非常地少 可是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它的雾水的沉浆量可以很高 那藉由那个 它就可以支持那个地方 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 在沙漠旁边的森林 这是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 被称为世界的汉籍 曾经长达九十一年不曾下雨 当地居民架起了捕物网 来捕捉空气中的雾水 点滴宁路对雨量丰沛的台湾来说 或许不足观 但是对于极干旱的地区来说 却是万物滋长的生命之源 一个平衡的生态系 得经过千百年的演化 但是要瓦解它 往往存乎人类的一面之间 五千年前 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吉尔加美蛇 为了要建造雄伟的宫殿 不听森林守护者恩利尔女神的劝告 用军队将森林铲平 虽然当时人类文明的力量 赢得了森林之战 却也导致了日后巴比伦帝国的灭亡 您是否觉得这个故事有些熟悉 史上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 运用了最前卫的视觉科技 内容却是我们一再阐述的主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 电影里面的故事场景 设定在140年后 人类已经将地球的资源耗尽了 再换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去摧毁森林 开发矿产 这样的情节在过去的历史 在眼前现实生活中都在发生 不过呢 也有人爱树习树 由老树妈妈之称的谢粉玉 原本是个向下杂货店的老板娘 为了要抢救被砍伐的老树 她举债五千多万 连房子和子女的薪资 都被法院给查扣了 二十多年下来 抢救了上万棵的老树 而诗人吴胜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彰化西州老家 种了上千棵树 她总是用一百年后的愿景来想象 想象自己的子孙在千树林中玩耍的情景 为了下一代 他们护树 习树 又种树 那我现在挖了 好 好 别这样讲 打电话了 OK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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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绑那个绿色的绳子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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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么样 我们再商量了 她是谢粉玉 大家都叫她老树妈妈 她总是忙着接电话 因为有人急着通知她 哪里有树快被砍了 或者有人想任养老树 也会打电话找她 这个园子是流浪老树的中途之家 还没有被任养的老树 会先被移到这里等待 隔壁果园要另做她用 主人请工人来将园子里的果树都铲除 老树妈妈舍不得 希望能尽量地抢救下来 加油啊 你跟你老板要洗 可以给我 你跟苏长加油 对啊 不然你就被砍掉吧 我常说你自己要加油 不然被砍掉你 不是我不救你 我是在河上找 救不了那么多 跟沟通真的很困难 你知道吗 跟主人沟通 现在我记得也讲 有一些诱因 不然可能会砍光光 给那个砍树的人讲说 那我一颗补你多少钱 你不要砍 你不要 我现在要去讲啊 可能你不能拍 她会怕 树是沉默的 她的无奈和痛苦无从表达 但是老树妈妈却感受得到 这个是百年以上的九球 这太花了 太白色的花 这样很漂亮 这个是刮的 这是从我们的三文原子来的 原本开杂货店的谢文玉 为了让被遗弃的老树 有个栖身之处 四处借贷买地 负债累累 甚至牵连子女 为什么老树被砍 会让谢文玉这么不舍呢 我们台湾在发展中也是砍掉很多的树 并不是说树不能砍 只是说你在一个生活的空间里 常常陪伴你的树 这样一一倒下去 而是比较会在于这个 城市跟人的那个美的那个记忆啊 这天五棵樟树找到了人养家庭 要移出园子前 老树妈妈先坟相助导 这个仪式是安慰也是祝福 她会跟树说话 像哄小孩似的安抚她们 所以每次搬树都要告诉她 她去哪里 对啊 不然她会怕 她也会怕 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在这边住着好好的 对不对 你就要去那边是比这里更好 这样这种告诉她说 你去那里会比这里好这样 老树搬到新家前 谢粉玉会先行探勘 确认移植的环境适合老树生长 但是结局未必进入人院 臭物的险色 那泥土不好 我们那里很多泥土啊 泥土不好我可以自己带 也不要浅的 但是就是有一些 它本身有这里的工丹啊 没办法去 就很痛苦啊 因为所以说我每一棵树都是我自己种 我觉得最好 就不会有麻烦 你知道吗 就可以从那里搬过来 也帮她安置好 用最好的泥土 最好的水 最好的空气给她 这东西好美喔 真的好美 这修了 把它那个全部整理过 会更漂亮 所以现在就要帮她找家了 这真的是缘分啊 你看我们在南部啊 打一通电话就跑到这里来了 谢谢妈妈 对 这几棵啦 蛮大的啊 对啊 这株老榕树的命运 就跟其他老树一样 茫人遮风避雨 活了上百年 遇到要开路 或者房屋改建 也只能让出位置 台湾果真如此寸土寸金 丝毫容不下 拥有历史和记忆的老树 如果连这些都能连根拔去 那我们的生活空间 还剩下什么呢 而我是一株冷冷的绝缘体 不趋向那引力 一层印 以新夜低下清凉 一层柱 以愉悦的翁冲 形起一片绿天 这是诗人吴胜 16岁时写下的第一首诗 《树》 我十岁时写下的年轻时写下的 变成像我年轻时写下的代表作 那种心情 我现在这样回想 不一定正确 可能就是 我有几种比喻 例如一种 一种就是 因为从小看起来的大森楼 我感觉很尊敬 可以有一种佩服 它所带给我们的 很多生活上的机能 例如 大天人 我们的印象最深 大天人 就整个小孩在楼上玩 甚至是一个老大人 大人 中到时大家 没有在那儿休息 感谢 感谢 比较比较比较 一株大树的浓硬 相当于四十顿冷气的威力 但是被困在水泥丛林里 缺乏绿应遮蔽的都市人 习惯以冷气驱赶热气 但是冷气机的冷酶 制造出的气体 正是让天气 越来越热的元凶 大人 你看现在一栈这样来的 你看看这个树形 那它会分析 会分析 就很凉 就几分了 你看 你看 有没有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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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很挺直 对不对 很坚定 然后很坚定 很坚定 很坚定 这一栈树 日后也种下了 浓硬碧天的千树林 实现自己 护树 席树的梦想 回想年少时创作的树 这首诗 也隐含了无剩的自我期许 无上的创作 离不开对土地浓厚的感情 提起台湾早期以砍发三菱 换取经济利益的开发史 他感到非常痛心 他们为了追求一个短期的 一个经济效益 一个经济利益 感恩 整三年都创作 一直创作 一直创作 我听到比我前面的人说 每天看到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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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我看起来 心是无够疼 台湾山林存立 树木玉茂 全省森林面积 共有228万公顷 台湾的森林资源丰富 尤其是原始快木林 极具经济价值 历来的治理者 多以掠取而非保育的心态 看待森林 台湾的林地面积率 从1907年的81% 降到1994年仅剩64%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 消失了五分之一 日治时期 台湾的红块 扁驳 几乎都运往日本 阿里山目前还保存的森林铁路 和小火车 以及森林中的树林塔 都见证了台湾森林 曾惨遭大规模砍伐的历史 而这浮躁斑斑的森林开发史 也伴随着台湾生态环境的灾难史 差不多1950至1970年 这20年前 整个台湾的山林 差不多出现了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土石流 甚至有很多大火车 山就崩溢 路就崩溢 橋就崩溢 甚至现在常常有那种 全土石流没掉的那种 那不是无关燕 那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 那是当为依侧 把我们的山林大藏之外 可以释得不完结 这样造成的好果 1972年 台湾林木砍伐量 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 一年逼近180万立方公尺 1991年 在舆论压力下 政府颁布了 禁伐天然林的法令 台湾山林 因而得到了修养生习的机会 所以就是说这篇 这就是校园 叫做台湾校园 另外还有一种叫乌心石 乌心石就像这种 像这叫乌心石 黑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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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说的黑心棒 黑心棒 黑心石 那这是我这个园区 吴胜选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 他认为这些都是适合台湾本土生长的树种 并不是每种树都能保护水土 例如片质在山坡地的冰榔树 果树和茶树等经济作物 由于根系短浅 再加上缺乏侧缓冲 并没有办法保护土壤 免于大雨充实 你如果去山坡 你如果看到一张大张枪 它那个根系 就是那个盘根错节的那种 可以抓住土石的 那个量力有多强 一张枪它滚 那个抓住的那个大石 那个酒 那个头 满掉的时候 你想想它 它哪有可能会帮 第二 你想想一张大张枪 那个雨下来的时候 它是好像是一个雨伞 是先把它承接 把所有的雨水 都是先用承接住 那承接住以后 它才慢慢 才滴 用滴下 流下来 而不是冲刷下去的 所以它来到土的时候 它是慢慢的流下 林氏所研究员林壮佩 用檳榔树和山木做对比 说明不同树种 对于土壤保护的能力 也有很大的差异 山木它是有测枝的 所以下雨下下来 它有可以层层的拦截这个降雨量 实际上漏到地面上的水量 会比冰榔来的少 那漏到地面上的浸流水少的话 产生充实就比较少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有很厚的枯枝漏叶层 那这个枯枝漏叶层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雨滴掉到地面 它可以分散 它打击土壤的力量 要从岩石 分化成薄薄一公分的土壤 大约需要五百年 因此砍伐森林所造成的土壤流失 不仅是资源上的损失 也会酿成土壤流灾祸 湖于加勒比海的海地 曾经是一个树木茂密的国家 但是因为贫穷 再加上缺乏天然气的系统 居民伐木做木炭 作为主食的燃料 作为主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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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砍树的结果 让海地的植被覆盖率 只剩下百分之一 预风或地震等天灾一来 脆弱的土地毫无自我保护能力 往往会让灾情更加惨重 就上南美洲支离外海的复活岛 被列为世界奇观的复活岛 矗立着八百多个摩埃石像 周围只有杂草慢生 然而四五百年前 这里却是个山林汪域 生意盎然的地方 不过当地原住民过度砍伐森林 导致生态系统崩溃 复活岛不再适合人居 当年的繁荣景象不再 如今徒流 满目荒芜 各式各样的账单 办公室的用纸 我们每天要消耗掉这么多的纸张 究竟得要砍掉多少树呢 主机处的统计 台湾一个人一年消耗的纸张 是215公斤 等于说一个人一年得要让 五颗二十年生的大树倒下 才能够满足需求 台湾有99%以上的木材 都是仰赖进口的 全世界每年有5000万吨的 非法木材交易 台湾就进口了5万吨 而且中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尼 印尼拥有世界第三大的热带雨林 却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碳排放国 破坏雨林正是造成了 印尼碳排放量过高的原因 当地居民是以火耕的方式来整地 改种棕榈树等经济作物 2006年印尼还因为焚烧森林 引发严重的埋害 而波及了临近的国家关闭机场 甚至于让2000万人被迫呼吸 有毒空气长达好几个月 2005年开始 环球科技大学的教授张子健 他接受印尼当地的环保团体邀请 久度前往印尼勘察热带雨林被破坏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温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温馨 这是位于印尼苏门达腊的热带雨林 树木被盗罚和烧毁的伤痕处处可见 现在印尼它是禁止砍发 但是我现在只要不去砍 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处理我的 所以现在很多开发的或是当地人 他就的确没有去砍 我用放火烧的 政府就不能够对我怎么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这几年砍发的情况 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 但是分烧森林的部分 速度是非常快 这是为什么它 现在那个雨林消失的速度 还是这么惊人的一个原因 雨林被砍伐后 表土失去了植被的保护 遇到大雨冲时 就形成了四公尺深的好沟 连车子行进都用困难 这是张子健第九度拜访 印尼的热带雨林 这里的森林被破坏的情况 究竟有多严重呢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 我有一次到这个波罗州 是这个沙巴这边 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 开车开了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大概至少都有 将近两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了 中间只看到一种植物 就是棕榈树 棕榈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想像说 有多少的热带雨林被破坏掉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 一年约有15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让印尼的热带雨林 一秒计时消失中 印尼一年消失的森林面积 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台湾 印尼雨林消失 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 气候变化的影响呢 台湾的这个受害的这个程度 是全球平均的大概两倍 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大的国家 那目前来统计呢 有关这些温室气体的部分呢 有将近四分之一 是来自于这个森林的破坏所造成的 此外热带雨林是地球的生物基因库 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实验室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统计 有七成用来抗癌的植物 只能在原始森林中找到 而当前的药剂有四分之一取材自雨林 许多珍贵的生物 例如苏门达拉虎和红毛猩猩 也将因为雨林的消失 失去栖息地而濒临灭绝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来阻止热带雨林快速消失呢 首先加强废纸回收及循环利用 可以减少森林砍伐 一公吨的纸张大约是500包 每包500张A4纸的重量 必须要砍掉24棵高度约12公尺的原木 而一棵树要长到这么高 大约要花20到40年 台湾废纸回收率高达六成 排名全世界第六名 去年台湾回收340万公吨的废纸 等于拯救了8160万棵树 减少了3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再来是选购有永续森林验证标章的产品 当我们台湾普遍消费者 有这样子的一种意识的时候 我们去支持这些森林认证 类似的这种产品的时候 这个市场会增加 那就有更多的厂商 让他愿意来遵守这样子的一种制度 透过每个消费者的一种觉醒的运动 能够促成这样子一个良性的发展 2004年印尼雅齐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 造成30万人伤亡的惨剧 加重灾情的原因之一 是守护海岸的第一道屏障 红树林遭到烂啃 让海岸失去防线 导致海啸得以长驱直入清洗内陆 中秋节的时候烤肉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说 为什么这个木炭这么便宜 一包十块钱 那事实上那个都不是 我们台湾本土生产的 印尼雅齐海岸的红树林 砍伐下来所制成的木炭 以日本和台湾的消耗量最大 我们恐怕很难想象 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 竟然会获延邻国 助长海啸的威力 导致惨重的伤亡 其实不只是印尼雨林 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 亚马逊森林也被预言将在20年内消失 苍翠的森林冒出浓浓烟雾 消失的雨林成为饲养牛汁的牧场 连野生动物也失去其地 巴西牛肉出口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毁掉了世界之肺 亚马逊森林 保护森林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却可能成为口号 如果富裕国家维持着既有的生活习惯 自意挥霍资源 却要求贫穷的国家守护森林 而不思考如何保障他们的经济来源 那么在生活压力的胁迫下 所有的生态理想恐怕都将沦为空谈 投资专家索罗斯预警 全球的金融体系将遭受挑战 在此同时 我们也面临了严峻的生态债危机 所谓的生态债务就是说 人类掏空了地球的资产 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 造成无法逆转的灾害 1997年全世界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承诺要在2012年前 将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减少5% 希望借此能够减缓全球暖化带来的危机 现在已经是2012年了 京都议定书的协定已经到期 但是全球的碳排放量 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我们真的对环境恶化的状况束手无策 只能够累积生态债而无法偿还吗 台湾呢 禁阀天然林 但是每年使用的纸浆树木 却排名世界前十名 因此我们大量进口国外的木材纸浆 我们不砍自己家的树 却让别人家的树因我们而倒下 看印尼的雨林冒出了阵阵浓烟而引发的买害 我们有可能是帮凶 无法置身于残酷的森林杀戮之外 其实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 就能够降低森林灭绝的机会 希望今晚的节目能为您带来新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